201 《蘋果日報》 學者 港韓媒體互誇大疫情 2015年7月12日要問A04本報信 南韓就香港 及營流感 發出最低級別藍色旅遊警示 研究兩韓的學者中樂偉認為 或由於港韓媒體都誇大兩地病況 讓公眾恐慌 不能否認香港也有些媒體過分誇大疫情的恐慌程度 現時 韓國也有不少媒體也同樣誇大香港甲營流感的感官情況 引最嚴重資料牽恐慌中大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 在李港詩中樂位於個人Facebook專頁發帖 從韓國的DES到香港的獨感媒體戰 中向本部說 兩地媒體在新沙士和甲營流感的報導上誇張和誇眾取寵 但當中不涉及失實為歪 而是指集中引用最嚴重的傳染病資料惹恐慌 他指南韓爆發新沙士是他身在當地 看本港媒體的報導將新沙士在港出現 等同2003年沙士襲港般緊張 但考慮到新沙士並非不知名病毒 大家掌握了一定的應對知識 加上首爾地方大 人口不密集 故當地人並不太緊張 也可理解 中指南韓媒體報導時會 將流感和2003年沙士疫情類比 引用香港運價認流感去世的約40人 教南韓新沙士的36人環耀多 而產生恐慌 中不認為南韓是因為報復而發警事 記者張婷婷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